欢迎来Focus全球新闻 在我们星期三的时候 才Focus到乌俄协商谈判 和平露出曙光 那今天看起来 这个和谈在俄罗斯方面的心态是虚晃一招 因为在和谈的时候 俄罗斯的代表宣称会降低军事行动 但是各界都不相信 果然话不能信 乌克兰北边的城市还有首都基辅 在和谈之后持续遭到俄军加码炮攻 而且炮火比以前更猛烈 南部已经被围成的马里乌波尔 现在俄军是采取焦土策略 完全阻断任何物资攻击 但是马里乌波尔里面还有四万三千多个居民 他们眼看着就要完全陷入饥荒 英国的情报透露 俄军目前是军心涣散 而且不服从命令 最近俄军出现了打下自家战机的乌龙事件 一如外界预期 俄罗斯宣称对乌克兰索减军事行动不可信 俄军持续对基辅和北部城市切尔尼戈夫进行攻击 而且还更加密集 位于基辅西部的伊平尔市依旧跑声隆隆 当地已经被乌克兰完全收复 但却付出了惨重代价 平民的遗体散落大街 一半城市被摧毁 市长还呼吁撤离的居民不要马上回来 因为俄军仍持续攻击 美国国防部情报显示 集结在基辅外的俄军将近百分之二十的军力 开始转移阵地 但研判不是要撤退 可能是改变战略或是进行补给 英国的情报官员透露 俄军的军心涣散 不只不愿意服从命令 近日还发生打下自家战斗机的乌龙事件 另外纽约时报也取得了俄军 无线电通话的内容 他们从开战第一天就出现了严重的补给问题 通话中也发现 俄罗斯一开始就以平民区为攻击的目标 乌克兰南部遭俄军围城的马里乌坡尔 经过几个星期的轰炸 城市建设几乎全会 俄罗斯采取古老的交土策略 阻断物资进入 企图让当地近四十三万居民陷入饥荒 以此削弱敌方战力 周四美国总统拜登与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通话一个小时 美国计划在额外提供 乌克兰五亿美金的军事援助 让乌国政府能够准时发军响 29日乌俄在土耳其举行停火协议 俄罗斯会后对协议的结果说法反复 而且也没有要履行减少供给的承诺 双方预定在4月1号再透过视讯谈判 他们还很多技术 и足够 абсолютно不正确的 людей которых他们能够 отправить в котел 所以我们不准备 不准备我们的抗议力 乌国总统泽伦斯基持续对各国演说 争取支持 他也敦促乌国驻外大使 要为国担金截律 近日他对两名无作为的外交官开闸 召回了驻摩洛哥和乔治亚的大使 请他们另谋高就 TVBS新闻总和报道